台湾民进党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旗号 掩饰自己的台独面目 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粉饰掩盖 其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推动去中国化 操弄法理台独等谋独本质都暴露无遗 去年民进党当局企图借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扩大分裂活动空间 结果自讨没趣 今年又和号称第二中情局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狼狈为奸 试图上演台独绑架民主的闹局 只会再次自取其辱 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为自己涂脂抹粉 都欺骗不了国际社会 其台独的丑陋面目只会越描越丑 这样子分为自己涂脏了 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